公元前605年 也就是春秋时代 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 尼布·贾尼撒王吩咐他的太监长 从以色列的宗室和贵宙里面 挑一些健康、俊美、有学问、知识 又聪明的年轻人带到巴比伦 好好地训练他们三年 以后就做王的侍者 但以理就是被拣选的年轻人之一 他和他的三个好朋友 一起被掳到巴比伦 受训期间 他们坚决不吃王所赐下的 异教食物和酒 避免玷污自己 以致太监长非常为难 这些食物、酒都是王特别赐给你们的 你们不吃 如果比其他人轻瘦 被王发现 我的命就没了 就请您用十天来试试看 只需要给我们素菜、白水 看看仆人们是不是比其他用御膳的人还瘦 而之后再请您做决定 结果 十天过后 他们的面貌反而比其他少年人更加地俊美肥胖 于是太监长就应允他们继续吃素食 上帝祝福他们 不但赐给他们聪明智慧 但以理还能够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照 三年之后 王接见所有受训的人 发现没有人比他们更优秀 就留他们四个在身旁示力 后来更重用他们 不仅派但以理管理巴比伦全省 掌管国内所有的哲室 也派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 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有一次 尼布贾尼萨王造了好大好大的一座金像 召聚了所有的中央地方官员 为金像行奉献礼 并且规定所有的人 一听见乐器演奏的声音 就要立刻俯伏敬拜金像 不败的就立刻扔到烈火的窑里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在被王招聚的行列里 但是他们确实不败 有人向尼布贾尼萨王告状 王非常生气 把他们叫到面前说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再不败 我就把你们立刻扔进烈火炉里 看看有什么神能从我手中救你们 没想到他们竟然回答 王啊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我们被丢在火里 我们的神一定会把我们从你手中拯救出来 就算他不这么做 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明 也不拜你立的金像 是啊 我们绝不会拜 王听了 气坏了 立刻下令把火加热七倍 又要几个最强壮的士兵 把他们捆了丢进火里 因为火太热 扔他们的士兵立刻就被烧死了 不一会儿 尼布贾尼萨王就大叫 不是三个人吗 可是我看到四个人在火里 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 那第四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神 于是他就立刻靠近炉门叫他们出来 他们三个就真的毫发无伤地从火里走出来了 身上连烟熏的味道都没有 王赞扬他们誓死不愿敬拜别神 同时宣布 无论是谁 凡是对他们三人的上帝出言不逊的 都要被砍断四肢 房子也要变成瓦砾 因为没有别的神明 能实行这样的拯救 而这三个朋友在王面前就更蒙提拔 担任更高的官职 我们现在翻开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46节到第49节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6到第49 那我来念给各位听 那请你跟着就好了 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6节这边说 当时尼布贾尼萨王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物 王对但以理说 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 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主 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于是王高台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 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 又立他为总理 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 但以理求王 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但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 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五章第29节 第五章第29节我们跳着看 伯沙沙下令 这是另外一个王 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 把金链给他戴在景象上 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 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六章 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到第六章的一二三节 第六章第一节 大利乌随心所愿 立一百二十个总督治理通国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 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 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 免得王受亏损 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那请你跟我跳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 那时大利乌传指 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降旨小玉 我所统侠的全国人民 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败坏 他的权柄永存无极 他护辟人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歧视 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 如此这但以理 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 和波斯王赛鲁士在位的时候 大想亨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阿爸父当我们来的时候 主我们渴慕 主你借着亲爱的圣灵 也就是真理的灵来对我们说话 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光照我们这个人 打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 打开我们的耳朵可以听见 可以明白 心里明白之后 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 都归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拦住人来听见你声音的 我们同心合一在这个地方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恳求主你释放主你的百姓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遇见你 看见你 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 谢谢主你的同在 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你最宝贵的圣灵 上一次我们看到说 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 我们上次特别讲这三个朋友 但以理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讲到说 以色列在他灭国之后 以色列本来是一个国家 后来分北国跟南国 北国先被灭了 北国被灭了之后就整个被掳走了 被亚述所掳走了 但是后来南国又撑了一阵子之后 最后被巴比伦所打下来 这些被打下来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然后这个尼布甲尼萨是那时候最出名 最有能力 而且是最有power 最强盛的一个君王 所以他把这个以色列人 尤其是南国的这个犹大人 他把他拉过去 他拣选一些最好的年轻人 用来要侍奉他 所以这边就讲到这一方面有关这个 但以理跟他朋友的故事 他讲到说他们的一些的事迹 那但以理很特别 是但以理的基本上就像是新约的启示录一样 他里面有讲到说但以理所看到的一些异象 一个是王 这些王呢 无论是这个巴比伦王他们所看到的异象 后面都是讲到说 神直接启示给但以理知道的这些的异象 这些异象呢 跟后来在新约的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启示录呢 是完全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还没有要看到那个异象的部分 因为但以理呢 不是一卷容易读的书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呢 上次我们看到的是讲到说他三个朋友 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但以理 他自己本身 刚才我所读的那几个地方呢 请你注意啊 巴比伦那时候呢 把这个但以理掳去的呢 那时候最强盛的一个君王 叫做尼布甲尼撒 那后来他的儿子接着他 叫做伯莎莎·比奥塞尔 他呢接续这个尼布甲尼撒呢 接续他做王 那这个比奥塞尔过了之后呢 他被攻下来之后呢 接下来是大利乌 后来呢是Siris 后面总共有四个王呢 在那个地方 而但以理 各位请你注意 但以理侍奉了 这每一个不同朝代的君王 之外 甚至是不同的国 前面是巴比伦 后面变波斯王国 等于意思是前面这个王国 被推翻了之后 新的王国接过来 大利乌跟后面的Siris 都是新的这个国王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君王 无论是哪一个朝代 或者是新的王国起来 但以理呢 都是大大的被神所使用的 阿们 这是我所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 各位 你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神的百姓呢 是可以被使用的 神的百姓可以大大的被神使用 阿们 你一定要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呢 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清楚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他赐福给我们 要生养众多 要遍满地面 而且还起来怎么样子呢 治理这地 你不一定都可以当宰相 你不一定都是要当君王 但是绝对可以在你手中 所做的事情上面呢 被生到成为一个领袖 阿们 这是你一定要明白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说但以理 他是因为碰巧 因为他碰巧 这个你不讲尼撒喜欢他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宰相 所以 It's by chance He is lucky 他只是幸运而已 但是呢 不是 他的儿子呢 这个Belsasar 第二个这个君王 第三个Darius 第四个 这个Siris 这每一个君王呢 都把他高升了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不是碰巧 成为一个领导者 乃是因为神的灵 在他的里面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每一个 不是每一个讲道 各位 各位 这个你后面有在看我 你要仔细看一下 不是每一个讲道都好听的 这个有什么好笑 我也不知道 不是每一个讲道都好讲的 今天我要跟你讲的一篇道呢 是 不是很好听的 你说牧师你已经讲一些 都已经不是很好听的 你现在又讲不好听的 没有办法 有一些事情 我们是需要关起门来讲的 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来讲的 我们对神有很多很多 错误的认知啊 我们其实不大认识祂 那我们再来误会祂说 神啊 你所应许的 你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 为什么没有成就在我身上呢 神赐福给我们 记得神对人所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祝福 神乐意赐福给人的 跟你旁边讲 神乐意赐福给你的 不要讲的这么不甘愿 好像你不相信 跟另外一边讲说 神真的要赐福给你的 不是赐福给你 旁边人也要赐福给你的 但是但是但是请你了解 你一定要认识神 祂做事的法则啊 我觉得说我们当基督徒的 有一些非常困难的麻烦 是什么呢 我们对这个神有错误的认识 然后呢 我们认为我们比较聪明 我们什么都懂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基督徒啊 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可是心里面认为 我什么都懂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没有错 How do you know 你知道吗 你如果的 其实这不是 我不是说你要跟人家争吵 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是用来对 自己说话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你 你应该要这样子做 这样才是对的 包括你自己在讲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自己一句话 你是怎么知道 你所知道的这件事情 How do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you know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逻辑 我们很多有一些想法 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的时候 已经安装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深处的 是你不多加思想 我们认为那一定是对的 来看我 仔细听哦 是谁创造这个世界的呢 感谢主 两个人回答我 是谁创造这个世界的呢 是神所创造的 就只有一位 各位 为什么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就只有一位呢 很简单的概念 大部分现在的手机 有的就是用苹果的 有的就是用这个Android Android中文是什么 Android的 反正就是呢 一个是Google的 一个是Apple的 它两个是不同系统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这两个不同系统 它是不能相容的嘛 是不是 是嘛 感谢主 这少数人知道 其他人讲说有吗 好 我们不是都是一样的吗 电话有两种不同的系统 它不相容的 所以你常看说 你是买的是哪一种 才知道是哪一个系统 我想请问你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它是不同的系统呢 它为什么是不同 应该这样问 为什么它是不同的系统呢 因为它是不同的设计者嘛 这个A系统 苹果系统 跟Google系统 它不相容的原因 它是两个不同的设计 跟创造者 so it's not compatible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 有多少人是进化来的 有多少人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如果是不同的系统 或者是 这世上有很多不同的神明 有很多不同的神 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以前的手机还有Windows的 有不同的版本的 因为它有不同的设计者嘛 所以它都各不相容 不一样的嘛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最简单的事情 你放眼望去啊 你看到这整个宇宙世界的 这个运作 它出一点点差错 我都不行的 但这个世界运作得这么好 包括我们这个人 你知道我们整个人的 我们整个人的系统 我是读这个生物医学的 你去了解 这整个人是多么精密 他精密到一个地步 连他的coding 只要有一点点不对 你马上变成一个 奇形怪状 你的基因 你的DNA 只要稍微走掉一点点 你就不会认得 你现在长什么样子 你真的认为 我们的存在是by chance 是随机碰撞出来的吗 如果我这边有一个 我这个iPad 有各式各样的功能 这么大 就是因为让我可以看得清楚 如果我告诉你 我这个iPad 牧师啊 你哪里去拿这么精细 精美的iPad 有这么多的功能 我说我跟你讲 它就是呢 这个世界 它自己随机碰撞 碰撞碰撞 几千万年之后 突然叭 变iPad 你看多厉害 你看我一按就有了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如果是就就这一个嘛 也不会这么多个嘛 当你看到这么精细的设计的时候 你就知道 后面有一个designer 有人设计这个事情的 你左看 右看 你看我们神 创造我们这个人 精密到这个地步 你要跟我讲 没有神 你自己变来的 我觉得你要相信 你自己变来的 需要的信心 远远超过 相信神的信心 这是真实的 很多讲说 你证明神给我看 我就相信 我说你知道吗 更困难证明 神不存在 你会相信 我不相信神 不能证明 那你怎么有办法证明 神的不存在呢 你更困难的 当我们圣经说 当你看到这个世界 神所造的一切 都是运作在一个系统里的时候 彼此相容 运作得这么完美 这么样子相容 相合的时候 包括我们这个人 在健康的时候的运作 是这么美好的时候 你知道说 后面有一个 beautiful designer 有一个intelligent design 在我们当中 那你说牧师 你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要跟你讲的 也是一个概念 是这样 神的创造里面 都有祂的律的存在 各位 以这个教会的牧者 别人我管不着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有责任告诉你 神的运作 不只在我们的创造里面 包括我们怎么生活 都有它的一个律的存在 跟你旁边讲说 你的生命里面 有律的存在 我们最困难的 我遇到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基督徒 基督徒你让我伤透了脑筋了 头痛得不得了 不是基督徒都不会的 成为基督徒就有奇怪 五花八门 奇怪的思想会出现 就是基督徒会认为 we are the exception of the rule 意思是我们都是例外 神他有运作管理的这个律 但是我例外 哈哈哈哈 照顾身体 一个人身体要健康 不外乎是什么呢 你的营养要足够的 你要好的休息的 好的作息 好的休息 你还要好的一个运动 是吧 但是for some reason 基督徒认为说 no 我不需要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因为我爱神 哈哈哈哈 哈哈 没问题 我就是不一样 我们教会在52楼 你要是跳下去 你就会落地 我跳下去 天使会带我 好想天际 你可不可以不要做一个奇怪 我说基督徒要有一点尝试 不要做一个奇怪的基督徒 来跟你旁边讲 你不要当一个奇怪的基督徒 再跟他另外一边讲 牧师在说你 嘿嘿嘿 最困难的是 我们认为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不可能的 今天一个医生 怎么看待我 从头看到脚 他看的方式 治疗的方式 无论是对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他的看法 是一样的 否则你挂号的时候 应该有一条线 是给基督徒的 因为他们都是特例 所以还都是给一般的人 正常人看的 不可能嘛 We're the same 耶稣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灵魂 是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但是请你不要 一直有一个误会 You are the exception of the rule 你不需要follow 神所设立 神所创造的律 那你说牧师 你到底主要要讲什么 现在要来讲了 你听我讲了 现在 我还有时间 我现在要讲主题了 但以理 所侍奉的这四个君王 哪一个是基督徒 你告诉我 哪一个是基督徒 没有啊 从这个尼布甲尼撒 到后面的 这个伯萨撒 大利乌 哪一个 都不是基督徒的 听我讲啊 他被升到至高 成为宰相 number two 或是number three 他都在侍奉这些君王 你听懂 我在跟你讲什么吗 他都服在君王的权柄下面 上一次我们讲到 你听我讲了 这个尼布甲尼撒 要每一个人都拜那个金偶像 基督徒做不到 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神不要我们拜偶像 所以这三个人跪不下去 不是他不愿意听他的君王的话 只是他的君王上面 还有一个更大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跪拜 但这三个朋友呢 没有不顺服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给他选 你拜 或者是丢在火窑里 他就说那最好把我丢进去好了 他不是起来反抗 他不是起来战争 他不是起来怎么样子推翻他 他没有 他说我真的是 我没办法拜 因为神的关系我没办法拜 但是你决定怎么样子 要把我丢去死 OK 去吧 他顺服在权柄下面 但以理当他被误害的时候 我会另外一场专门讲这件事情 他被陷害的时候 类似的情况 以至于这个大利乌 他需要把 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 这是但以理里面 这一卷书里面 但以理可以说是最传奇的一个故事 最奇特的一个故事 他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 这个王不愿意啊 他知道但以理是被陷害的 被丢进去 被丢下去 闻死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被陷害 他被 他被 操弄了 以至于但以理被丢下去 可是第二天呢 那个大利乌赶上去问他说 你的神有救你吗 你的神有救你吗 但以理说我还在这里 他才宣告说 这个人的神是真的神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 当他需要被丢的时候 他顺服的 而且他一路上呢 都是在服侍每一个君王 各位你听我讲了 他怎么服侍他的君王呢 不是跟他查圣经 给他传这个福音 让他信耶稣 他是帮助王 做他做不到的事情 王需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不是 我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要想办法改变 不是的 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 这个王呢 在跟这个但以理 或他的朋友 在互动的时候 在互动的过程 看出来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你的神才是真神 你听懂 在跟你讲什么吗 我们基督徒不是啊 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就跟人家讲说 神与我同在哦 你看到没有 神与我同在哦 你要信耶稣哦 这是完全是相反的 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神与你同在 就会彰显出神的荣耀 让别人认出来 但是他的过程 都是浮在神的权柄下面 来看我 我想跟你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呢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有设定 听哦 神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 都有设定 代表神的权柄 是你跟我要学习顺服的 这样的信息呢 在我们现在的环境 在我们的社会里 在我们的文化里 是不被喜悦的 是非常人家反感的 但是呢 我不能不告诉你 我们只想说 我要当头 我要成为一个领袖 神让你大大的使用我 但是你又对神的律 不清楚 甚至你违背了神的律在行 你再来问说 神为什么我还没有蒙福 为什么没有被伸到高处 It's not gonna happen 来 我们有很多的经文 我需要你跟我一个一个看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圣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来第四节再念一遍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 看我 这边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什么 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各位看我 这跟我们现在 时下流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一定要在这边跟你表明 神的想法 本来就跟我们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甚至神告诉我们说 他的想法跟做法 都是高过我们 你去看圣经里面 所有神所使用的人 他都顺服神的 而且也顺服人的 顺服权柄 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权柄 都是出于神 现在没有人要讲话了 感谢主 来我再讲一遍 所有的权柄 都是出于神的 当我们在违背这个权柄的时候 我们直接是违背神 但是你说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好的一个概念 这样子我们被捆绑 我们被欺压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神设立权柄 是为了要来帮助我们 不是为了要来限制我们 或是要来害我们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 非常的重要的 你跟我一起翻开到 以福所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以福所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到第三节 以福所第六 一到三 好 找到了 我们要一起来念好吗 从第六章的第一节一起来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看我 前面罗马书讲的是 所有的权柄 在以福所书保罗这边 讲的是什么呢 讲到说家庭里面 夫妻之间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讲到说我们与父母的关系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与我们主人 雇主之间的一个关系 各位 没有人要直接告诉你的 我也不喜欢讲这个道 但是呢 良心的关系 非要讲不可 我再跟你讲一遍 在每一个人 没有例外 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会遇到权柄的 那我给你解释为什么 第六节 他说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 听从父母 听从父母 这边叫做 Obey 顺服你的父母亲 那我不晓得你年纪怎么样子 你年长的时候 牧师你教得好 感谢主 我孩子正很需要 听到这样子的讲道 那你年纪轻了 可能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呢 容许我把他解释 他说什么呢 第三节说 要孝敬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英文讲得非常好 我念给你听 第二节说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This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promise So that he may be well with you And you may live long on the earth 中文是说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我今天不是要来跟你讲 应许这件事情 看我 圣经里面讲说呢 你要孝敬父母亲 那中文说 使你得福 英文我觉得 它翻译更直接 它翻译什么呢 So that he may go well with you 意思是说 让你手中所做的 可以顺利 但是不幸的是 非常不幸的是 我们认为 我父母亲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懂了 圣经的教训 也懂不了多少 我比他早信耶稣的 他懂什么 他要来听我的才对 这个老板 这老板什么东西啊 他什么都不懂 我比他懂多了 我来教他还比较好 那我常常跟他讲说 说你怎么都不顺服 你的上面的权柄 像你的老板 他说牧师我有啊 他讲的合理的 我都有福啊 各位 如果他讲的合理 你都有福的话 那干嘛要顺服 顺服的意思就是 他讲的你觉得不合理 我不同意 也是要福 那才叫做顺服嘛 那那门子的顺服 你认为你的父母 是要完全按照你的 你才可以服他吗 那我讲父母 比较简单的原因 是他离我们最近 前面包括讲的是 包括政府都在内 所有一切神 所设立的这些的权柄 各位 牧师呢不会言的 直接讲 因为这是真的是 圣经这样讲的 圣经里面有一些的 直接的教导 是清楚的 但是不一定是受欢迎的 but it is the truth 你很多做的 劲都不顺利 你再来问我 但是你又不愿意 按照神的律去走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吗 你要你身体健康 但是你又不愿意 吃营养的 然后一直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身体不健康 Give me a break 你如果真的要顺利 各位 父母亲是 你跟我的源头 你咒诅你的源头 你怎么让你自己 凡事都顺利 我不懂耶 所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就有一个律 他告诉我们说 这是第一条 所有的诫命 十诫里面 唯一一条 带着应许的诫命 孝敬父母的在地长寿 使你一切所做的 都可以蒙福 我到底要怎么讲 才直接的了 才够直接 让你可以明白呢 你会注意到 不是只是跟父母 夫妻之间 儿女之间 其实圣经里面都讲得 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各位因为经文多 我先把它全部把它讲了 我再回过头来 跟大家解释 下一个 请你跟我翻到 尤大书 基本上呢 我们好像没有翻过尤大书 尤大书 请你翻到尤大书第八节 你问我哪一章吗 因为尤大书就一章 所以你不要问我哪一章 如果我跟你讲尤大书第五章 那就很好笑了 翻到尤大书的第八到第十节 尤大书 你们不晓得圣经有这一卷吗 因为它很难翻 常常都翻过去 因为它就只有 就只有这一章而已 来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第八节到第十节 尤大书一起来 这些做梦的人 也向他们污秽身体 侵慢主治地 毁谤在尊位的 天使长米加勒 为摩西的尸首 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 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你吧 但这些人毁谤 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的本性 所知道的是 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在这世上 竟败坏了自己 来 看我 看我 我用快速来来解释 来 看我 以前的魔鬼 你知道你有听过 撒旦这个人吗 他以前是天使 而且是天使长 是专门管音乐的 是漂亮的不得了 他叫做路西佛 路西佛 OK 那他后来呢 堕落了之后呢 被丢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才成为魔鬼撒旦 那后来接续他的呢 叫做米迦勒 是另外一个天使长 那可能有一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会讲 其实是有天使的存在的 很多人很迷天使 有一阵子的时候 这个在这个新世纪 New Age Movement 很流行天使 其实我们可以讲天使的 是有真正有天使的一个存在 是来执行神的心意的 但是呢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这个 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讲到 现在的这个天使长 叫做米迦勒 叫做Michael The Archangel 是这个什么呢 是征战的天使 那弹衣里呢 我们也会看到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呢 现在的天使长 当他遇见撒旦的时候 听我 天使长米迦勒 遇到撒旦 以前是什么呢 路西佛的时候 他要责备他 他不敢怎么样 毁谤他 他看到魔鬼撒旦 米迦勒天使长 看到魔鬼撒旦 不敢随便毁谤他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天使呢 这个堕落天使 以前曾经是他的老板 所以他只能说 愿神责备你吧 他不是发那个 不逊的这个言语 攻击他 各位 这个路西佛 都已经变撒旦了 米迦勒 知道 神的创造里面 有持续的 有权柄这件事情存在 就算他已经堕落了 不代表我们可以 为所欲为 随便爱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台湾的 整个问题 各位 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 不碰政治的 是吧 你大概没听过我讲说 投给谁 动算 动算 没有嘛 对不对 本人也没有意思要参选 也没有人推荐我 感谢主 你为什么这么好笑吗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语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随风逐流 就是说这个世界流行什么 我们就是流行什么 我们爱讲什么 爱毁谤什么 就毁谤什么 神的创造里面都有次序的 而且他的次序里面 都是透过顺服 来运行 神从来没有借着叛逆 悖逆 来成就他的义 我等一下再跟你再解释 多一点 因为有人不服 那有一些人就做得不好 有些是怎么样子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 我先把这个事情讲完 所以米迦勒看到 这个路西佛的时候 撒旦的时候 他都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他如今堕落了 已经是 已经被摔到地上了 他还知道他的位置 虽然我现在是天使长 不代表我可以为所欲为 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翻很多圣经 其实都可以翻得出来的 大卫 当王之前 前面还有一个王 叫做扫罗 扫罗因为基督的缘故 整天想要夺取大卫的命 追杀他 两次 一次呢 这个扫罗在睡觉的时候 大卫站在他旁边 其实可以马上把他杀了 所有在大卫旁边 你把他杀了 你把他杀了 另外一次是什么呢 你知道在以色列 有机会你到以色列去看 那些旷野有很多的这种石洞 很多的洞穴 所以那时候扫罗要追大卫 很难追 因为他们都躲在洞穴里面 不晓得是哪一个洞 结果有一天 扫罗吃坏肚子 八道疼 就跑到其中一个洞去上大号 就哪一个洞不好找 就找到是大卫躲藏的洞 大卫也蛮衰的 你知道吗 他就在风口那边 给他蹲 你知道人在蹲的时候 是最脆弱的时候 我们家有几次 狗跑掉你知道吗 怎么样子都追不回来 可是他跑一跑 突然想上大号 他蹲的时候就这样子 都是那个时候被我抓到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 人在大号的时候 非常的脆弱 我应该不用需要 叫你跟你旁边人讲 所以扫罗在蹲的时候 所有跟大卫的讲说 你现在不把他了结了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Now is the time 大卫不敢 不是他不能 他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也是耶和华所立的君王 不是他可以做什么 所以他后来跟大卫跟扫罗讲说 我有好几次可以杀你 我都没有杀你 因为我纪念你是谁 那叫做敬畏权柄 好 我们今天认为呢 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时候 who cares about权柄 你是在藐视神 还是轻蔓他吗 你真的认为神不care这些事情 这一切都是他所设立的 你真的认为我们对父母亲怎么样子 不会有任何的后果吗 you think 我是基督徒 我的罪都得赦免的 doesn't matter 这就是我讲的基督徒的最大的问题 都认为你是例外 我是例外 没有例外这个事情 你到底听不听得懂 没有例外的 神所创造的律 他期待每一个人 都跟着他的律来走的 我了解 我了解很多父母亲不像样 我了解很多权柄不像样 人之所以很多时候不相信权柄 对权柄带来极大的怀疑 是因为他们误用了权柄 很多在上场权的 abusive 虐待 用他的权柄 做到不当做的事情 yes yes 但是 不代表 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悲逆的人 对不起 我再直接讲 你知道当你做好你的部分的时候 神他就会介入吗 但伊犁在辅导这些君王的时候 他没有强迫 他告诉君王说 你继续再这样下去 你的结果会很不好 但是 把这个决定权交给那个权柄去做决定 最后神就介入了 我们的很多的问题是 我们这些借着推翻 借着悲逆来做事的 或者是不顺服来做事的 都是认为我可以代替神来执行 你不行 我来做 各位 换句话讲 我们认为 神啊 你不可靠 我等不到你 我自己来执行 实际来讲 在圣经里面 每一个 你自己去看 当你站好你的位置 做你该做的事情 神啊 他已经要把我丢在火窑里了 神啊 他把我丢在狮子坑里 你也要相信 神可以介入 可是神没有介入怎么办呢 那就是我上次讲的 急或不然 你就是不介入 没有关系 我也是要做对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所谓难讲的话 大家都想要成为 站在高位 我们都要顺利 我都是要蒙福 我身体就是要健康 但是圣经里面讲很清楚 孝敬你的父母亲 honor thy parents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这个权柄不是只有父母亲 在夫妻里面 神设立先生做权柄 太太说 这个就是我最不想听的 不要再跟我讲 他做错事情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各位 除非他叫你做的事情 是违背神的 所以你要顺从神 不能顺从人 我理解 但是我们很少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是吗 当无论在使徒也好 或是在但影那个时代 他们顺从神 没有顺从人的时候 他们也顺服在人的判断 下场他们都接受的 这个才是顺服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神的创造里面都有次序的 可是我们常有问题 就是说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懂 所以我不要顺服他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你的父母亲就算不是基督徒 你的先生就算不是基督徒 你的这个老板不是基督徒 神都要我们学习 神都要我们学习 顺服 最后 最后用一节来做结束 你跟我一起翻到 罗马书 第五章第十九节 罗马书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找到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念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再念一遍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这边的义人是谁呢 第一个义人是指的亚当 因为他的悖逆 整个罪进到这个世界了 后面讲到这个 一个人的顺从是指的谁呢 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顺从 而且他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把神的义呢 带进到这个世界来 亲爱的朋友们 要顺服不容易的 其实呢 就算基督徒 就算我做不到 我们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做到了 他在要上十字架之前 基督在神的面前 在科西玛尼园 迫切地祷告说 主啊 若是可行 请你将这杯挪去啊 若是可行 将这杯挪去 连续祷告三次 但是每一次都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吧 因为他知道 然后接下来上十字架 这不是人 一般的人 受得了的 神的儿子自己 受不了 他说麻烦你 可以的话 阿爸 我知道 在你凡事都能 把这杯挪去 但是他说什么呢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 延续祷告三次 第三次祷告完之后 福音书告诉我们 听哦 天使下来服侍他 加天给他力量 他就上了十字架 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顺服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顺服这么容易 保罗不需要一直教导 叫我们要顺服 因为我们人 原始的圣地 设定就是不顺服的 我们的祖宗就是悖逆的 这就是我们的原创 原始的设定 在深深在里面 我们要反叛悖逆 所有的事情 我最亲爱的家人 我再次跟你讲 神整个工作的秩序方式 都是借着顺服 魔鬼撒旦整个运作的方式 都借着悖逆 这是为什么 最借着一个人的悖逆进来 这是讲到救赎 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 但是我把它运用在 你跟我的生活里 我们悖逆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 take things into our own hands 我自己来 我不相信他可以 我自己来 亚当就是说 我自己来 我要智慧 我要分别善恶 我不需要神 我自己来 他违背了神 违背了权柄 结果带来的是罪 罪引向来就是死亡 我时间没有了 我再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庭也是啊 你说我看不下去 对 你都看不下去 你认为神看得下去吗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神会介入呢 你不要用不对的方式去做对的事情 那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顺服 也顺服不了 是因为过往所受的 从权柄来的伤害 可是不代表神的律不存在 基督 为了你跟我上了十字架 是因为顺服 他要把顺服带到所有他的家里面 神的百姓的里面 各位不容易 几乎是不行的 但是呢 神透过天使 可以加添你给我的能力 你要相信 当你不用你的手介入的时候 神他就介入 我这很遥远听到 阿们 那个气声 那个有气无力 已经给我们洗 阿们 我没有别的目的 我不是为了政治 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别 都不是 都没有 我只是要告诉你 神在他的家里面 是有次序的 你不要把 不要想说 你瞧不起你的父母 你瞧不起你的另外一半 因为他什么都不懂 各位 圣经从来没有讲说 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圣经很熟的话 你才顺服他 那那个很难发生 除非他来参加弟兄会 借机广告一下 但是亲爱弟兄姐妹 因为 听啊 顺服 带下义 带下生命 这不是只是对你 对你的夫妻关系 对你的下一代 否则你的下一代 永永远远都卡住了 他们看不到 神的一个工作 再说神啊 你到底在哪里 你如果愿意 站好你的位置 但以理站好他的位置 他们设下陷阱说 如果有人 跟别的神 来祈祷下拜的话 要丢在狮子坑里 但以理知道说 这是一个陷阱 他不得已 他还是站在他的位置 他该做的他做 剩下他结果 他相信神会介入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 就算神不介入 我人就要做对的事情 顺服 是对的事情 你一定要相信 这是神所设立 权柄是神的用人 罗马书13章之讲 是用人 为的是要来赐福给你跟我的 愿神祝福神的家 在无论在教会 在我们跟国家 我们跟在家庭里面 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 我们的次序 是清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救主耶稣 已把这个义 带进来 在我们当中 我们所做不到的 他做到了 所以你要容许 耶稣呢 在你跟我的家里面 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做主做王 让他透过顺服 把义跟生命 带进来 我们的手 我们的方式 只有把罪跟死亡带来 我们很多做的决定 你说 为什么我家变这个样子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破碎 都是因为 你每一步路 都违背了神的律 最后你再来问 为什么 没有答案的 除非你愿意 服下来 回到神的创造 接受耶稣基督 在你跟我生命里面的救赎 是借着顺服 听哦 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叫做舍己 关系要好 家庭要好 你认为 没有所谓的舍命 没有所谓的死 他真的会有复活吗 不可能 但是我们每一个 都是想要发表我们自己 我是最大 我最高 我都知道 一切都是我 我最对的 各位 最后 只带来死亡 在我们的婚姻里 谢谢大家 我知道这不容易的 一个教导 但是呢 神在你跟我生命里面 有计划 要把我们带到 做头 不做尾 阿们 他把我们高声起来 但是呢 你一定要用对的方式 来跟随神 接受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他所说的 虽然如此 不要照我的意思 照你的意思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